1946年陈公伯的情妇站在公开审判席上 竟这股淡定从容 她不仅长得美艳人也下流在场的人忍不住嘶舌 定是个祸国殃民的妖精 如今我们提到汉奸都会想到在一些抗日神剧中所 表现出来的故意留小八子胡子的人 并且为了影视效果这些影视剧 甚至会给汉杰专门配上一些特别的衣服 然而事实上真正的汉奸却是西装革履 衣服文质彬彬却又做着卖国窃贼的知识的人 在1946年的时候 一位北大的才女站上了公开的审判席上 很多人看到这个女子都十分诧异 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够考上大学的人 都是有真材实料的 但是这名女子却是一个实打实的汉奸情妇 如此前途无量的一个女人 为什么会跟汉奸扯上关系呢 这名正女子就是莫国康她出生在书香门第世家 很可惜的是在她幼年时期父亲早是母亲改嫁 她日子过得极其不好 后来继父甚至不想让这个赔钱货赔钱继续上学 是舅舅站了出来表示莫国康需要去学校就读 莫国康也明白自己学习机会很难得发了很多读书 最终考上了北大的政治系 一举成为了当时人人羡慕的高材生 在学校里莫国康一直勤工俭学和新闻社帮忙 由于莫国康拥有一手好文笔 他靠着润稿费活得很自在 也一度让很多人就以为他是富家千金 如果按照现在的人生规划继续走下去的话 莫国康或许会有一番作为 但事实上莫国康却在私底下给别人当情妇 莫国康所发表的一些文章由于言辞过于激烈 就真的让一个政客看对了眼 这个人就是担任当时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 他在观察了莫国康一段时间之后 认为这个才女不仅仅有漂亮脸蛋 还有他所欣赏的气质 于是他就果断邀请了莫国康约会 到这个时候为止 其实莫国康完全可以去拒绝这位政客的暧昧是好 但是由于陈公博所展现出的有权有势 就让莫国康特别着迷 莫国康觉得如果我能跟他交好的话 说不定我在政坛的事业也会因此风生水起 于是莫国康在明知道陈公博有家事的情况之下 依旧选择了跟他在一起 陈公博后来跟着汪精卫做了大罕见 莫国康这个情妇自然也就被陈公博好言相劝 让他给日本鬼子卖命 甚至在之后汪精卫成立了自己的汪伟政府 陈公博也被分了一杯羹 他没望让自己的情妇去成为了其中的委员长 莫国康这才感觉自己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于是他就趁着植物之便一直给自己捞钱 莫国康表面上是个乖巧听话的小女生 没想到北地里不仅烟酒都来 甚至还开始走私毒癖 他就通过贩毒来敛财 一时之间居然真的就给他积攒 吓了别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富贵 他身上还背了不少人民官司 但是不论如何他已经坐实了汉奸的罪名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 这些汉奸的末路也就到了 他们最大的靠山已经倒台 剩下的也不过只是乌合之中罢了 很快陈公伯就被审讯莫国康自然也没逃掉 但是这个女人极有心机的表示 我就是被他所欺骗才对破走上这条道路的 我很无辜并且莫国康还说 我这是曲线救国我委身于他那么多年 怎么能说我是汉奸呢 乍一听这个面容娇好的女人 楚楚可怜的说出这样一番话 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去 原谅他甚至相信他的话术 可是我国司法部门就不会 并着公正公开的原则法庭上 法官直接将所有人证 物证以及收集到的各种资料 全部摆在莫国康脸上 巧舌如簧的说辞可抵不过铁证如山 纵然是莫国康舌灿生花 也终究洗清不了他所犯的那些罪孽 在汪伪政府之下的莫国康 结党营私危害国家安全 这个心狠手辣的女汉奸 最终也迎来了自己的末路 1946年6月份在江苏最高人民法院队 莫国康汉奸仪式审判结果中 判决他有期徒刑十年 并且剥夺公权七年 那些沾染着我国人民血迹的财产 以及各类房产 也全部被国家充公用于建设新中国 陈公博由于性质更为恶劣 直接被判决枪毙 卖国求荣本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即便是贵为高材生的莫国康决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名获利的束缚 这两个东西就像毒品一样 一旦沾染上升便会万劫不复 莫国康明明拥有着先进思想 却依旧选择去给他人当情妇 甚至不惜做了大汉奸 感谢观看